当地时间19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腾立元 在泰国总理夫人那拉鹏陪堂下 参观甘拉雅尼音乐学院 彭立元抵达时 那拉鹏及泰国高教科研与创新部部长阿内 有关内阁部长夫人 甘拉雅尼音乐学院理事会主席比亚沙昆 院长初伟等热情迎接 学院乐队奏响欢快的鼓乐 学生们挥动鲜花 家道欢迎 彭立元与那拉鹏共同参观学院陈列市 认真听取学院发展历史和对外合作情况介绍 为学院与南京艺术学院建立和发展合作感到高兴 彭立元与那拉鹏等合影 并共同观看甘拉雅尼音乐学院 南京艺术学院线上线下联合汇报演出 中泰学生们演绎了《中华诵歌》 《茉莉飘香》《远沙行》《飘水灯》等两国经典曲目 彭立元为学生们的精彩表演鼓掌 彭立元赞赏甘拉雅尼公主 倡议建立这所培养高级专门音乐人才的艺术教育高等院校 赞赏那拉鹏为推动学院与中方院校合作做出的努力 她说音乐无国界 尽管中泰语言不同 但我们通过音乐能够沟通心灵 在今天的表演中 我感受到了中泰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临别前 彭立元向甘拉雅尼音乐学院 赠送中国古征和中国文化音乐类书籍及音像制品 希望更多泰国青年人学习中国乐器 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促进两国文化交流